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 手机二位键码UVCAD 和UVCAD 新建一个新的图纸 今天我们看一下 这边的工具拿 这里有个图层 模型 索性设置 还有其他的图纸设置 如果看不到可以做 拉蹦一下 然后现在再讲 下面一个图形的 再讲这个属性 这个属性 这个属性设置 这个就是属性设置 首先选择一个图形 我画一个圆 同样都有画一个圆 那么这个时候我选中这个图层 那么这里看到有很多属性 这下面右边 会有很多属性展示出来 那这里基本属性 一个图层 图层的话 那我刚刚看到了 这里只有一个图层 就是这个这个0 这个是它说出的图层是这个 嗯 线形可以切换了一些 线的形状 虚性什么的 这个是线框 线框我把它设成 可以把圣形形一点 或者粗一点都可以 设成 也设成 两毫米 这个显就比较粗了啊 让它看 颜色 线的颜色 默认是 默认它线的颜色是白色的 选当然选 东卡就是红色的 可以选择 换线的颜色 这里换线的颜色 这里换线的颜色 换线的颜色 换线绿色 这里变成绿色了 这是基本属性 这撞线绿色的颜色 半径 直径 那我们最久用的当然 就是这个半径直径了 我将改一下 这个半径 现在它的半径的话 大概是 10 多缝版 我把它改小一点 2小一点 我现在可以加上半径 换一下半径 把它设成 30 看 看 看到这个圆 现在就变到了 它的半径变成30 可以看到 它的半径 1 2 3 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的半径是 变成30 标注一下 半径标注 选择最多圆 尺寸线位置 就这里吧 看 大家看到 这个半径 下游的半径是30 宣言的半径 就是30的 这是半径 那 还有下面的 一些状有属性 它的直径 以后之后进行变化 那是它的面积 面积和周长 都会有变化的 中心点 也一样的 这个就是属性 其他的图形 会同样的解释 是有属性变化的 想想看 那个标注线 基础 基本的属性的话 当然就是这些 当然不会变了 都会有的 图层线形 书放呀 线框 颜色都是有的 基本的线形都有 基本属性 我们看 专有属性的话 也当然都是会有的 语性就可以 大家因应研究一下 这就步骤 都是做讲述了 下面这一个 是 整个 图纸的一个设计 那设计是图 就是我们这一个图面 整个这个图片 整个这个设计的 这个图纸 它背景也是黑色 可以加 换个也是 换成色 这个红可以 看的效果 那分辨率 高分辨率 可以加打开 这边保存图纸的时候 在这边保存图纸的话 它这样的 它就会尺寸比较大 这就是 这边是假点 怎么是假点呢 就是旋逐这个圆 大家看到这个 黄色的点 还有这个 蓝色的 这个设计是假点 那可以有 可以那我再换个图形 画个上角 画个矩形 好 举形 那就会更多的夹点了 这边奇事夹点 这边是 夹点颜色是蓝色 这边可以换 把它换成 嗯 白色 现在夹点就是白色了 好 奇事夹点 是粉色 这是奇点 奇事的夹点 这个是中指夹点 就是这一个了 就这个 七色的就是中指夹点 这个 中间夹点 是黄色的 这个就是中间夹点 都可以变换颜色 捕捉夹 捕捉标记 那什么是捕捉标记呢 捕捉笔记是橙色的 可以调节它捕捉笔记的 但是有我等比如说 图形 嗯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漏斗形状的这个 这里 就举星跟云相交的 这漏斗形状的这个 这个标记 这个就是捕捉标记 那别是我可以摆 捕捉在这里 这是捕捉标记 网格 圣网格 或者主网格的颜色 都可以做一个调整 下面这个就是十字光标 看到这个十字光标 这里可以显示十字光标 什么是十字光标 就是 这里的这个十字光标 看我数 数 这边数在移动 这里就是一个十字光标 一个很红色和绿色的 相较的地方 这十字光标 可以选择 不显示不显示是什么呢 不显示我数倍移动的话 那就不会有了 那我数倍等一下就不会有了 再打开 啊 数倍移动才会有这个 十字光标 光边的颜色 也可以切换 把它粉色 这就光面就是粉色了 选择 那选择区域的大小 我们可以看一下 哦 这边有一个区域特别强调一下 那比如说两个图形 是一个圆形和一个矩形 那如果从下往上红跨选择的话 我选择 一般点一部分就可以得到我们狭压的效果 从下成这样选择的话 那我选择一部分就可以了 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了 我的这个图形 我的这个图形指 宽在宽选的地方 指宽选的圆的一部分 我举行的一部分 这样可以将我们这个图形 宽选上 这个是 从小向下红跨选择的话 是直接夸选一部分 就可以结案 图形性选择 那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选择的 叫做 选择实体 我们这个选择的话 我们这个选择的话 是从左上角 往右下方 这样子的话 那它是需要 还是全部 宽选的 这边 可以看到 我这个圆子 这边这个圆子 夸选了一部分 橫色矩跨的 这个 矩形是全部 宽选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圆 是不会选择的 我现在松开的时候 可以看到 圆没有选中 而是矩形式的选中 这个是选择 这个 这个就不多说 而说 讲述了 今天的 讲解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